大家好我是丹丹 欢迎收看今天的宝可梦系列影片 那今天呢也有跟大家推荐的套牌呢是在昨天11月5号 351个人大赛所拿下冠军的这套皮卡丘EX的套牌哦 那这套皮卡丘EX的套牌呢跟大家的不一样在哪里呢 再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一一的去做分析哦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在宝可梦的选择携带部分呢 他带上了两组的这个雷电斑马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雷电斑马 他本身呢只需要一颗能就可以对对手的一只宝可梦造成30点伤害 所以他可以打前台也可以去打后台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皮卡丘EX把对手打残的宝可梦 如果对手撤退到后台 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雷电斑马的打30点的效果 然后去把后台残血的宝可梦给收掉 然后能够去拿到胜利的点数哦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关键的 那至于在顽皮雷弹的部分呢 之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再出一支影片 跟大家介绍一下顽皮雷弹 他的优点以及不同的玩法在哪里哦 那接着他还带上一张 大家比较少放的是这种一般版本的闪电鸟 三能打100 然后会对自己的一张备战宝可梦造成30点的伤害 基本上算是一个副打手啦 但是使用的十几点并没有这么多 不过三能能够打到100 在我们这套需要出场的牌组来说 也是可以去携带的一个副打手 因为你不可能把把都有抽到 你的另外一只副打手 可能像是EX的闪电鸟啊 或者是第二张的皮卡丘EX 所以呢他带上了一张 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用的 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那没有这张的话 也可以考虑换成其他基础的电系宝可梦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然后接着呢是两张的皮卡丘EX 那他就是两能 然后可以打后台的备战宝可梦的数量乘以30 电系的 所以我们一张就是两能打90 所以以这套牌组来说 就是利用前台的皮卡丘EX 跟后排铺满的情况下 去做到一个第二个回合打90点的速攻的一个牌组 我自己觉得算是 现在环境当中速攻能力非常非常强的一套牌组 那接着呢是带上了两张的闪电鸟EX 因为我自己只有一张 所以我带一张而已 但他原始的构组是两张啦 我是把一张的位置给到了基础版本的皮卡丘 那如果你有闪电鸟的话 就记得带满闪电鸟 那带这个闪电鸟最主要是他三能有机会打到200 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呢 可能会有这种妙花花 大家来打这个比较扛的这种牌组 血线很高 劳约回血 你单用这个皮卡丘是戳不过去的 所以你有可能两下的皮卡丘打180 都没办法斬杀 所以呢 他带上了一张闪电鸟EX 去做这个复打手的补伤害 甚至有机会 众所皆知 宝可梦TCG就是一个靠赛游戏 你硬币翻到4次 200点直接带走 也是有可能的 这张呢 我觉得算是蛮重要的一个复打手 那这边的话会带上两张 接着呢 我们来到了道具卡的部分 那一样是带上两张撤退 两张精灵球 跟一张的干扰红牌 基本上这个版本的 不管是道具或者是资源者 其实数量没有很多 所以大部分的选用都大同小异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就好 那接着来到了资源者的部分呢 也是两张的博士做过牌 跟两张的板木去提升我们的伤害 然后跟两张的这个纳芝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 在这一套来讲 我们是一个速攻牌 有的时候把对手前台往后推 对手就上一只可能 呃 比较血线比较低的 可能90以下的这种基础宝可梦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皮卡丘EX去快速的累积到我们的胜利点数 然后进而去获得胜利喔 大概是一套这样子的套牌啦 大家可以尝试看看这个构组在 现在不管是比赛啊 或者是平常自己在玩的游戏的环境方面来讲呢 绝对是一套非常非常强悍的速攻套牌喔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来尝试看看喔 好的那我们就差不多说 马上进我们的实传片段 来看一下这套皮卡丘EX要怎么玩吧 好那这边来到我们的实传片段 那这把我们拿到一个先手 那先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牌 我们手上是有一张速度强化的 所以可以撤退 那我们把一般的皮卡丘放在前面好了 然后EX放后面我们放在后面养 再等一下先攻的第三个回合再去做收头 不是收头啊 再先攻的第三个回合再去做那个 换上去然后打伤害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直接把场给铺满了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然后因为这版本牌池不够深的关系 所以其实大家能带的支援牌啊 以及道具牌啊其实蛮相近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携带到这个红牌去做干扰 那所以这个版本 这版本如果像我后手的话 后手如果有宝可梦能够下满 我通常就是 应该说不会影响到运作的前提下 我觉得把他下满毕竟我被洗手牌很亏 你看他家四手 我这边洗了他就等下会亏一手 所以还是蛮亏的啦 所以我自己在能下的情况下会下啦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这个打法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干扰他 让对手少一张 然后我们台已经铺起来了 所以等一下可以赶快去打伤害了 那对手的话是一个超梦牌 没错是在我们昨天介绍的 只是他有带上这个魔墙人偶 这魔墙人偶的话大部分也是来开扛的 这边进雷电斑马 但对我们来讲没什么用 我们就填能然后回合结束 下个回合才是我们开始打人的回合 只是他等一下会开这个屏障攻击 会有一个减20点伤害效果 所以必须打100他才会倒 可是我们现在手上没有板木 有点小尴尬 这边打30然后获得效果 我是赛狗 那这样子就没问题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带板木 为什么这套还是要带个板木 毕竟就是 有的时候差这10点伤害啊 各位 来肉板木过瘾 那这边就可以直接在第三个回合造成一个100点伤害 直接先收一张 那他这两个回合填的这个能量都没有用了 然后他的拉鲁拉斯在刚才那个回合也没有进化上去 所以表示他手上没有一阶进化的 那他这边只能利用超梦来上来开扛 所以基本上节奏是完全落在我们这里了 所以你看这套的速度是真的很快啊 就是两人开打两人开打 对手再下一张超梦 好啦拉鲁拉斯进化不了嘛 那他没救了 他要养后面这一只 所以他会让等一下这一只扛一扛之后 到后面去 那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填在后台的闪电鸟 填哪一张想一下 稳定打100还是505050呢 我觉得稳定打100可能 可是他等一下会换那个上来 我感觉填这一只好一点 那这边一样再打一个90 基本上他没有把沙奈朵养起来的情况下 超梦是很难养起来的 在面对到我们速度这么快的牌柱 我们就是每个回合90点90点90点一直给他 而且其实我蛮推荐大家玩这种皮卡丘的套牌 因为我觉得这一套在 没有这么顺的情况下 需要思考的点蛮多的 而且这一套没有像是 就是沙奈朵那种能够特填的效果 所以有的时候就要去想一下 到底应该要填谁应该要填谁 所以如果没有玩过宝可梦对战卡牌的 就没有玩过10卡的 我觉得来玩这一款还不错 我就可以去想一下跟练习一下 到底要怎么去做使用 然后我这边细节小打错 应该先打精灵球绿一张再打博士的 聊着聊着细节打错 但问题不大啦 就我们该上手的都已经上手了 这边一样再打一个90 再收一张 再收一张 那我们后台的闪电鸟 下一个回合就养好了 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有机会 直接闪电鸟上来收也是有可能的 那他是直接上一个 超梦 然后是有田硬能的 那这边想打一个50吧 基本上 是G啦 他是G啦 我只能说 就算我在皮卡丘前面直接打两下 他也是倒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非常快速的拿下我们的胜利 好那我们这边进我们的第二把实战片段 那第二把实战片段呢 我们来到的是后手 后手的话一样就斑斑马马先站前台 然后我们目前的手牌其实还不错 有精灵球有博士的研究 所以等一下是可以 快速的把我们做绿牌的 蛤 急动鸟 阿总没有EX 这张会干嘛 打60 若正面则会麻痹 蛤 麻痹 真假 他落水 等一下 皮卡丘 啪啪 他就倒了 OK 那可能有一些观众是没有看过我的其他影片的 可能是因为这次宝可梦才认识我的 那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在这频道的话呢 如果我们的影片时间长度我觉得还OK的话 就有机会出到两场的对战的影片啦 就给大家看个够 因为有的时候只看一场的话 其实有机会是 没办法好好的跟大家讲解一些东西 或是学到一些东西的 所以我会尽量的去看影片长度来决定 到底能不能去拍到两场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直接把后台铺满 铺满之后直接给甜人 然后对手手牌有五张啦 我们这边直接红牌干扰他 虽然他可能有机会是很卡的 但是没关系 我们直接干扰他 让他直接少两张 很过瘾 只能说超过瘾 而且他这 他这边还有雷欸 干嘛 快龙喔 雷水 然后其实在上一支影片也有观众敲碗问快龙的影片啦 那我自己其实也有在玩快龙 我是玩那个双弹瓦斯再加快龙的 但我想说先把一些大家想抄的这种主流套牌 先介绍完之后 我们再介绍一些有趣的或者是二线的套牌啦 因为毕竟蛮多人还是希望第一套主出来的牌是强度很够的套牌 所以才会在第一支影片跟第二支影片来介绍目前的主流T1的套牌喔 然后回到刚才的话题 就有些观众可能还不认识我 那基本上我这个频道就是专打卡牌游戏的频道 那我自己也是玩过很多的实体卡牌 然后也做过很多的卡牌影片 那本身也是卡牌游戏的可能是官方的主播赛评啊 或者是有些业余赛的主播赛评 然后也是职业电竞的比赛的赛评跟主播 所以对于这个牌组的强度跟介绍方面 相信大家是可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好不好 那我们这边希望抽到一个速度强化 谢谢大家 有 我是鬼 速度强化来咯 测退 基本上我只能说 这就是身为一个专业卡牌玩家必备的强度 我只能说必备的 那这边就可以在第二个回合 后手第二个回合直接撤退 所以打90再加20点的有力伤害 所以直接打一个110收掉对手的第一张激动鸟 所以呢你看我们先手可以在先手第三个回合打人 后手可以在后手第二个回合打人 所以这套的速度是真的真的很快哦 然后大家也可以玩到 毕竟不是所有人的这个宝可梦的经验都有到这种后面 可能不认识后面的一些新的宝可梦啦 大家最怀念的一定是我们这个皮神 最认识的一定是我们这个皮神 所以有这个皮神在我觉得也还不错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抄这套 那对手带着喵喵可以过一张牌哦 反正我们不管就一样 这边的话我们就填第二只打手吧 这边其实也可以考虑填后面的皮卡丘 就这边填闪电脑跟皮卡丘 我觉得都没什么差 填皮卡丘可能稳一点啦 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这套牌有什么大怪 所以我想说先填闪电鸟 避免他等一下突然出一个很扛的 但是应该是不会啦 诶真的诶真的是快龙诶 蛤?激动鸟快龙 然后他想要怎样 用这个激动鸟拖台前吗 那有更多更好拖台前的东西啊 怪怪的怪怪的我只能说怪怪的 但是也还行啦 这两场的实战片段给大家看到这个 皮卡丘的先手跟后手做出来的速度是真的非常非常快哦 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参考一下这套速攻流 而且是昨天所拿下冠军的这套套牌哦 好的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下一支宝可梦影片再见咯 拜拜